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4月1号星期五,今天我们跟进一下大飞农的情况,随后对大盘和一些热门的股票进行分析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 同时呢,如果您有什么股票想要分析,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继续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飞农的基本情况,3月份飞农说就业增长稳定,美联储或进一步加快收紧政策步伐 那么今天的数据显示失业率下降,休闲和酒店专业和商业服务,零售贸易和制造业的就业继续显著增长 那么2月份的飞农就业人数新增了,人数是从67.8万人上修至75万人 1月份的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48.1万人上修至50.4万人 修正后,1月和2月的新增就业人数总和较此前报告的要高出9.5万人 我们知道飞农人数越多说明就业越好,就业越好就说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越不需要宽松,越应该收紧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份报告强调了经济在经济上的强劲势头,因为它面临着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收紧以及俄乌冲突的压力 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并增加了价格的压力,也就是通胀压力 美联储上月将其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三年多以来的首次加息 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逐步提高他们的鹰派言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提高利率 并可能更积极的以防止高通胀变得根深蒂固 三月的就业报告和四月的消费者价格数据将是美联储五四月政策会议的利率决定的关键 有分析师说,该报告似乎足以扩大人们对通胀将继续保持高位的担忧 这可能意味着在本月晚些时候,CPI报告发布之前,收益率曲线将进一步取平 目前市场对二年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定价为明年这个时候将倒挂十七个基点 我们认为在市场定价之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不会发生 充分恢复的劳动力市场是美联储在开始加息之前希望看到的三个标准中的最后一个 美联储已经认定就业市场已经足够强劲,足以让它把重点转向抗击通胀 美联储在本月宣布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加息 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收紧政策的步伐 在5月份加息50个基点,我们在前天还是昨天的一期节目中写了一个标题 说首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抗击通胀打击通胀 没想到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 表明我们对大事的判断还是基本对的 另外今天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大麻合法化法案 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立法 将大麻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化 并取消对拥有或分发大麻者的长期刑事处罚 我们看到这一周吧 包括上周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行业 对吧,那么果然啊,今天有了一个重磅的消息面 那一会儿呢,我们在技术面上呢,再挑两只比较典型的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股指期货方面啊,就是重规重矩吧 符合我们对市场的基本判断 我们啊,希望啊,他在今天呢跌下去 然后再弹起来啊,这表面多头在抄底 我们看看标普白指数期货目前是微涨0.15% 我们看到啊,他在这里形成一个带长下一线的一根K线 虽然有一点红啊,但是全天还是收涨0.15% 目前还在尾盘波动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么在数据发布之后呢啊,稍微啊,在这里震荡一下 随后改出两根四小时K线 那么在当前录节目的这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这根K线呢,四小时K线啊,给出了一个强劲的上拉 那么后续会不会维持多头呢,看这个样子啊 我们啊,今天盘前说的啊,在这个位置 我们明确画出来这个支撑区啊 说在这里做一个至少超短线是OK的 对吧,多头 那么后续呢,多头也仍旧可以在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啊 这是四小时图,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再进场 或者是你当前进场的话 那你的多头的止损可以,比如说放在这两根K线的底点就可以 说多头可以尝试布局多单吗?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论 当前呢,正处在上行的一个波段中 那么近三根K线呢,是给出一个回撤的感觉 那么当前这个日线呢,是啊,有一点点直接的迹象 所以呢,你去抄底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除了刚才的日内超短线之外啊 你去在这里布局多单,也不是不可以啊 当然你也可以啊,在下跌趋势线的右侧缓缓缓的布局也是OK的 好吧,你如果怕错过的话 下周啊,早些时候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布局的机会 那么下周啊,这个盘前呢,我会再次跟进这个图啊 因为啊,届时周一的时候也会啊,再次给出一些新的波动 那目前来说呢,表明多头在这个位置愿意做反弹 但是我们观察到这个KDJ目前还是死差 所以呢,近期还是一个洗盘的运动啊 但啊,适当少量啊,或者说适当布局啊,是可以的啊 我个人认为 好,我觉得这个大盘今天就分析的比较准确了 好,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啊,也是类似 我这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么多头没有进场呢,其实啊,还是啊,等待右侧 其实是更安全的,说保不准啊,他就再往下震荡一下啊 也是有可能啊,因为近期这个多头波段呢 过时过长了啊,过高啊,长的,对吧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洗盘的模式啊,就是在高位洗一下盘 那么一种深度的洗盘啊,你说他会给吗 看这个样子不像,不像那个意思啊 就深度的不断的往下跌 看他那个样子,目前来说 没那个意图啊,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看30分头 最近这几根K线上表明多头 在朝底,大家看,是不是 大家仔细看30分钟K线啊 这几根线是不是多头非常强势 跟这这个小多头比,是不是强了很多很多 所以这有可能意味着 多头可能在下周早期时候要尝试突破 上去啊,突破 把这个下跌圈线啊,突破上去 好,总之呢啊,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空头呢,如果你 你啊,在近两日做了空头啊 应该啊,考虑离场了啊 或者你已经离场了 好,我们看一下罗素 今天罗素表现些比较OK哈 啊,罗素呢,我们一直对他保持比较敬畏的一个态度啊 因为他上方的阻力区还是比较多 啊,当然啊,看到今天这根K线呢 多头如果进场的话 那么止损呢,就放在这根K线的低点之下 去尝试做一个多头波段 也未尝不可啊,也未尝不可 好,我们看一下道琼斯 嗯,道琼斯今天啊,和标普以及纳查克的走势类似啊 但他今天也是稍微涨了0.19%啊 和标普类似啊,我就不再赘述了 说这个加息啊,这个美股也要涨嘛 你不用管他加息还是减息啊 这个量化宽松还是量化紧速啊 从短线范围内考虑不了那么远啊 我们当前看到的他在干什么 他就是在干什么 说有没有可能再暴跌呢 你觉得今天这根K线是给你暴跌的意思吗 很显然啊,这一根K线就表明 今天先不用考虑暴跌的问题 是吧,不要考虑太远啊 不要考虑太远 有人都考虑到明年了啊 这个你考虑不到的 是吧,这个当前的国际形势 风起云涌啊 还在发生重要的一些变化 好,我们把原油简单说一下 那么原油呢 近期有美国啊 包括能源署的盟员成员股啊 都在考虑向市场投放一些油储 也就是之前的储备啊 美国呢已经率先啊 要做投放了啊 每天有一百万桶的一个量 大家知道一百万桶是什么一个概念 那俄罗斯 对于欧盟每天的一个减少供应量是大概两百万桶啊 到目前就近几天 那么美国啊 每天增加一百万的投放量实际上 不够哈 不够 这基本面上是我觉得是不是很够啊 另外呢 呃 他的成成这个成员国有意也要去投放啊 我们到时候再看啊 但我是觉得 从长期来说 他能啊 这个长期供应吗 对不对啊 那毕竟是一个储备啊 他是考虑到国家的一些啊 战略意图的啊 那么现在啊 就临时去用于打去通胀 还不如直接加息来的爽快 是吧 但是啊 很显然他不愿意啊 让美元啊 让美元剧烈的波动啊 有这个意思 应该是 不愿意让美元 过大的增值 或者过大的贬值啊 他就希望他稳 所以啊 打击通胀呢 还得再想办法 能不能成啊 另外俄乌的这个战事局啊 目前也是呃 变幻莫测哈 那我个人是什么感受呢 首先我不是特别懂那些东西啊 我个人是觉得啊 那些强的都一类过削弱一些啊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都削弱一些 大家都均衡一些 矛盾少一些 当然啊 如果呃 达不到这种状态 那总会啊 有分歧 总会有矛盾啊 好吧 直到啊 大家都觉得嗯 差不多了啊 谁都不能过强 或者谁都不能过弱 行吧 好 那么对于原油来说 我们近期啊 还是以观望 我们本以为他能做都哈 但是他就 他就在这里稍微震荡一下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啊 这个多头 好像没有意图要上去的意思啊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啊 是在这啊 今天完全 没有上去竟然啊 这个附近吧 没有上去 所以多头要注意了 他不一定能上去 好 你说你说 你说我希望他下来吗 他非常复杂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 应该上来还是下去 不是 应该去上去还是下去 你要说我去呃 支持某一方 我也谁也不支持 你知道 我希望物价 那站在老百姓的角来说 我希望他便宜一点 是吧 说站在美股的角度来说呢 注意我们投资是美股 希望他替代一部分美联储的一些功能啊 把这个通胀也帮忙降一降 那么对美股来说就会有利 是吧 那你要说站在俄罗斯的角度呢 那我就没没想过啊 没思考过这些问题 好吧 大家自己脑补啊 所以这是一个均衡的状态 你说要站在中国角度呢 他当然也希望这个原材料成本 或者这个原油啊 降一下 你说欧盟呢 也希望啊 那目前来说 这个东西啊 大家拭目以待吧 说这个风险太高 可以交易吗 也可以不交易啊 可以不交易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呢 还是在这里很慢震荡啊 我们就没啥可说的了 您不妨在这个 比较明显的一些支撑阻力区啊 画到画出一些明显的阻力位啊 比如说短线的一些阻力位啊 去做空单 在一些重要的支撑区去做多单就OK了 好吗 这个呢 就玩概率了啊 因为它是无序震荡 或者你不想参与就看着啊 因为无序震荡比较难以把握 不过呢 你可以去判断 比如说长得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空单 稍微还跌得比较深啊 然后你去做一个多单 我觉得那样的胜率会更高一点 好 这就是当前的市场的情况 我们必须得综合考虑 呃 这些因素啊 自己脑子里有一种基本的感觉 随后呢 再看K线 你会大概理解 它有什么意图 好 那么今天的市场呢 实际上大家看 今天这个大盘指数啊 综合指数 标普白指数 都是啊 反复的震荡 放下右空 也不叫右空吧 稍微洗一下盘 拉起再落 那么尾盘再拉起啊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无需震荡行情 什么叫无需震荡 就是洗盘行情 听我用的词 洗盘 言外之意 我还是倾向于后续要走多头 所以啊 市场呢 就是在这么玩 看到吧 那么今天上涨的股票数量达到7400只 下跌了4428只 多头略微胜出 今天的一些中概股表现还不还不错啊 那么中概股大家最大的担忧呢 是在政策层面对吧啊 他们这些公司呢 有可能成为政治博弈的一些牺牲品啊 这个是应该首要考虑的要素啊 但是从目前的角度来说 中国也没有怎么样嘛 美国也没有特别的怎么样啊 是吧 我不知道啊 不是特别理解 反正啊 就目前来说 他们只要不对势都是可以交易的啊 我们啊 随便看一个 比如说哔哩哔哩哩 你看他还是在走这些技术位啊 还是在洗牌啊 那么近期大盘也在洗牌 所以啊 多头们要注意啊 这附近 但是今天暴涨了啊 涨了8%左右 跳空回路啊 但是还是有跳空缺口往上了 对吧 好 那么后续呢 有可能在这里再洗二排 然后后续还是要走多头的 他不没退市吗 所以大家也不要怕啊 注意 只要这个k线图在波动啊 就表明有交易者在交易 这个交易者不光都是啊 亲中的啊 对不对啊 交易者有很多复杂的思维模式啊 比如说啊 有的 有一部分人相当怕这类股票啊 那他就反向而行之 他就去做 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吗 只要你知道这个逻辑 你就不会再过过于的去恐惧啊 好吧 配合上一个仓位的管理就不会太恐惧 好 我只是简单说一下啊 好 今天的这个中概股还是领涨的 好 呃 那么今天的龙头股我们啊 说一下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我们把这个大马股 ACB说一下啊 那么大马股呢 近期确实有对于近期下跌趋势的一个向上的突破破位 那么运动到了左侧这个高高峰附近啊 然后啊 在这里洗盘 所以后续呢 多头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止跌阳线啊 我们勉强可以慢慢的尝试布局了啊 这个是呃 大马股 你可以看到他盘后又涨了1.7% 但是现在不准 要看周一的表现 好吧 那么我是觉得应该去布局啊 因为啊 上一次啊 拜登当选的时候 在哪来着 这是大马股是吧 我们看啊 就在 就在这附近啊 就在这 他今天要当选的时候 是不是猛烈的弄上去了 然后啊 走了一波长长的波段啊 翻了好几倍 从三四块钱跌的 不是长大了 十九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呢 又出现这种消息面啊 我是觉得后续呢 后续的虽然不会那么爆啊 我也预测不到啊 但后续可能会走一些震荡上行的一个走势 好 这是ACB 我们再看一个 我也找了一个 呃 哪去了 这呢 Green Lane Green Lane啊 他目前和这个 和那个那个ACB相比 还稍微啊 滞后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下跌均线画在这个位置 你就会发现他仍旧有向上的一个意图 所以近期呢 我们要看啊 我们要看他在这里止跌的一个情况 稍微止跌一下 啊 只要啊 超过这个啊 但我感觉这个不像ACB好啊 这个价位太便宜了 五毛钱 看那个ACB ACB至少有点价格吧 对吧 太便宜了也不也不行啊 好 这就是这个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AMC AMC今天啊 本以为他能啊 这个止住啊 但他还是在踩了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附近吧 大家看 可以先到这的时候 给出了回路啊 洗盘 然后再谋略突破 然后啊 回路 那么接下来 如果在这附近止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尝试做多 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们学习是可以用这个的 但是这个图不好交易啊 他不稳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 BIGC BIGC今天还算比较稳啊 就微涨1.37%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提到了啊 他这个空头 这个阴线的这个实体部分啊 要源源享于这边的阴线啊 特别是这个 那么今天呢 又给出了一个阳性的感觉 大家说说 后续应该偏看多 还是偏看空 是的啊 有人说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我的倾向是偏多 好吧 为啥 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大型下跌均线的一个下边 然后呢 有向上的一个小意图 那么后续呢 有向上运动的一个概率 好吧 下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可能是在29一代 28 29一代 好 这个是 BIGC 那么其他的 今天的这个GME也是给出了一个高位停队啊 我们今天盘前对他的研判是说他有可能要在这里出户啊 所以多头应该在这里先看一下 好吧 今天的阴线虽然大 但他属于跳空高开 随后回落到起点附近 微跌0.95% 好 这个图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 嗯 奈飞 你看这个图像不像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呃 BIGC啊等等啊 很多图都是类似啊 奈飞 所以我是觉得他只要不跌破这329一代啊 330一代 我觉得后续还是要涨啊 他老是跌的话往哪跌呢 是不是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reven reven这个图呢 今天今天是给出了一个某强烈的回踩啊 大家看他左侧上面这儿 是不是一个非常 重的阻力区啊 这个区是一个密集区啊 所以他一下上上不去 看到吧 他给给了一个回落 那么后续有可能在这里反复震荡一下 好吧 稍微震荡一下 然后再选择下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shop shop 今天微涨2.52% 我们感受一下k线 强势阳线 四根 然后阴线 小阴线 跳空递开小阴线啊 阳线 右阴线 你看阳线是不是又变大了 阴线 这个阳线也比较小啊 但是不是阴线啊 大家注意啊 这部分 只要近期都是止跌啊 那后续呢 还是要看涨 这个也是一个知名的啊 他长得有点像那个奈飞吧 好 近期股啊 有相当多的都挺像的啊 但是啊 后边怎么洗盘 怎么走就因果而异了啊 好 今天的特斯拉呢 V涨0.65% 他真是强啊 那在我看来 这啥意思呀 要涨 有人说真的吗 反正 跌不下去的感觉呢 大家用心去感受一下 你看多头这么强 空头 给他四天的时间 他都没有一根强势的大阴线出现 包括昨天也是微跌了一点点 是吧 你看这个小K线多小 相对于这个波段来说 是不是整个空头的小波段 这四个K线比较弱 所以后续应该怎么看 如果胆大一点看的话 乐观一点看的话 还是要涨 还是要涨 好吧 至少今天是一个收涨啊 收涨0.65% 这个特斯拉还是非常的强势的 很多股票还在相对底部 在这洗盘的是吧 在这 在这个附近 洗盘的 他已经弄上去了啊 这就是龙头股 好 我们看一下zoom 做么没啥可说的哈 今天又是一根小阴线啊 不是小阳线啊 但是已经啊 对近期这个有有所拒绝下跌啊 但不要紧 后续我们再看这个附近横盘的一个情况 也应该啊 优先看涨啊 应该优先看涨 看一下 不要急 台积电呢 嗯 台积电也是这样的回落啊 今天我们盘前特别提了啊 在台积电不能跌破97 一旦跌破97啊 这就不得了了 我们要重新判断 为什么呢 他有点特殊 他上方这个阻力区太时间太长了 他有点像那个谁了 像那个罗素2000了啊 时间太久了 上方的横盘 所以我们要提防近期破地点的可能性 好吧 好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啊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区留言啊 我们把这个LAC再说一下 有个网友一直让我说 我忘了说了这个 嗯 这个图 多头墙啊 是不是 我们先仔细分析过来 多头可能要上去 行吧 多头可能要在这里稍微停顿啊 你看他完全的会拉升回踩 拉升回踩 你看今天就是一个日内回踩 可能直接就上去了啊 多头应该继续看着啊 这是LAC 这个应该是 这个就忘了什么 锂电池什么的吗 忘了啊 好吧 这应该是啊 锂电池相关的 这个拜登政府不是又有一些 关于锂电和这个矿产的一些 啊 产业促及政策吗 要自主研发了 对吧 自主开采 确保镍呀 锂呀 等一些战略资源的一个安全啊 或者是供应 好吧 这个实力好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 我们啊 明天啊 继续啊 欢迎大家留言 拜拜 拜拜